哈喽大家好啊,我是脖子戏,继续为大家更新《甄嬛传》系列 先讲讲表面温柔咸镜的甄嬛在原著中的狠辣一面 《甄嬛传》开播至今已有十余年,可依旧经久不衰 其中一点原因便是其为大女主类型剧的开端 《甄嬛传》的横空出世让观众们意识到 原来宫廷剧的女主不只有白莲花,不只需要依附别人 靠自己的能力和心机也可以闯出一番天地 《甄嬛传》见证了甄嬛一生的成长 从一个不安事事的少女一路打怪升级,清除异党 最终成为了万人之上的太后,让屏幕外的我们看得大呼过瘾 不过剧中的甄嬛虽聪明果决 但前期还是保留了她善良和优柔寡断的一面 相较之下,《甄嬛传》原著的她倒是十分狠辣绝情 不过这份狠辣背后的辛酸也并不少 今天脖子就来聊聊《甄嬛传》原著中 甄嬛那不为人知的一面 剧中的温时初一直爱慕甄嬛 但甄嬛对其毫无兴趣 奈何在宫中度日,信得过的太医不能少 所以甄嬛还必须拉拢温时初 这便成了真名门口中的有识石书哥哥,吴时温大人 相较剧中情节 原著中对甄嬛和温时初的这段情节刻画得更为绝情 原著中的甄嬛不仅言辞拒绝了温时初 还对其写的信弃之如碧驴 为此,很多小伙伴诟病甄嬛双标,绿茶 不过我认为,相较于许多言情剧的女主 甄嬛的行为倒显得坦荡不少 甄嬛是利用了温时初 没错,但她也明明白白拒绝了她的感情 没有给她缥缈的希望,更没有吊着她 虽然甄嬛的行为引起不少观众的不满 但大家别忘了,这是在宫里 职场上尚且需要多冻结心思 更何况是一步行差踏错 便有可能万劫不复的宫中 甄嬛为了保全自己,保全家族 她只能这么做 只有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才能保证平安 并且甄嬛也不是一味的利用她 甄嬛也适时的在皇上身边举荐她 提拔她,帮她在太医院平步清云 可以说除了感情 应该给温时初的,甄嬛一样也没少 所以甄嬛虽然有心急,但也非常够意思 这也就是那么多人都愿意为她卖命的原因了 除此之外,相较原著 剧中改动比较大的,也有于氏和曹清默的死 于氏事件,原著并非剧中那般是安宁荣去的冷宫 而是甄嬛亲自去的冷宫 命太监勒死于氏 对比剧中,甄嬛听闻于氏死状后恶心作我的情节 倒显得更为讽刺 并且原著中曹清默的死也是甄嬛一手铸成的 原著中曹清默死后 甄嬛和端飞有这么一段对话 端飞见锦西出去 看着甄嬛道 从于氏和曹清默这两段情节不难发现 剧中有意美化了甄嬛这一角色 前期的甄嬛属于是滴血不沾的类型 坏人坏事都是身边人做的 此类改动虽树立了甄嬛善良的形象 但我认为有可以美化的嫌疑 原著中的甄嬛更显杀发决断 也更符合身攻之中面对迫害后的反应 正如他自己说过的那句 我不害人也不能叫人白白害了我 的确如果仅是一味的优弱寡断 便成了人人皆可践踏了 甄嬛传原著中 让我印象最深的 便是甄嬛亲自动手杀人的情节了 剧中甄嬛和果郡王救了被蛇咬伤的魔格 可在原著中 中蛇毒的不只有魔格 还有他怀孕的妻子 当甄嬛意识到魔格的妻子就不活时 便用匕首直直插入了那女子的心脏 这举动让幻璧惊叫连连 甚至让果郡王都不可置信 直呼他狠毒 甄嬛却道 狠辣是我的傍身之计 杀他亦是救他 可是杀他之前 死在我手中的人早就不止他一个了 这段情节让我几倍发凉 不过仔细想想 这句话倒也被显悲凉 是啊 如果他不狠毒 那恐怕宫中狠毒之人早害死他千百次了 即便他处处小心 步步为营 如今还是流落到甘露寺 父母家人远在千里之外受苦 也正是这些遭遇 教会了他只有心狠 才能站稳脚跟 见惯了事态炎良的甄嬛 已经把狠毒当做了自己的保护伞 最后原著中最精彩的一段情节 甄嬛竟直接让皇帝的江山改了姓 原著中 果军王死后 野兰依未报仇 利用豹子袭击皇上 皇上命虽保住 却受了伤 此时甄嬛便暗示魏林 皇上受了重伤 怕是以后再无子嗣了吧 魏林自然心领神会 动了些手脚 使皇上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要说狠 还是甄嬛狠 皇后是一个一个打台 甄嬛是釜底抽薪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并且原著中 梅庄和温师叔的孩子 是个儿子 由甄嬛抚养 最后甄嬛将这个孩子 扶上了储君的位置 并在皇上临死前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这才让皇上 如发疯一般 痛骂他为毒妇 此时的甄嬛 已经进化为最终形态了 他失去了仇人 朋友 孩子 爱人 仅剩的目标便只有皇上了 可以说皇上 是甄嬛痛苦一生的根源 正是皇上 让他一生如履薄冰 且失去了所有 所以皇上的结局 是甄嬛给他的 最适合他的结局了 诗人常说甄嬛狠毒 却忘了他为何狠毒 甄嬛最后 虽登上了完人之巅 却失去了所有 如果可以 他何尝不想和心爱之人 白头偕老 安稳度日 奈何造物弄人 他所求的 终究也没有得到 其实做人若如柳絮该多好 至少自由自在 无需为名利荣虫所束缚